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明代永乐时期的田白佑的兽戴尔鲍月瓶 那么这种气形呢 它主要是受到这个 所谓西域国家的这个影响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气形上可以看到 叫马莫鲁克王朝 他是1250年到1517年 他有这样的金属气或陶气 他是受他的这个气形的影响 他上方键收的这个口部呢 可以防止装成于这个内部的水啊 或酒啊等液体在行进之间的向外溢出 他两侧的这个所谓的兽戴尔呢 是个锡 他的拴上绳子以后呢 可以挂在人的马呀骆驼之上 可以方便移动 那么在这种气形啊 受到西域国家影响的气形呢 我们在烧成瓷器之后呢 在永宣两个朝代都烧制了非常多啊 就说明这个气形对当时啊 人们使用当中的一种影响 那么田白佑大家注意啊 田白佑的命名呢 是属于啊 他的这种白度并不是说的那种正白啊 他是有点像这个棉白糖的那种白 但是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 中国的白佑自古以来 其实都脱离不开这个轻佑的这个影响 因此呢 在白佑当中大家看 无论是在他的口颜部 还是他的这个肌肉处 就是他的一些啊 大家看啊 这个双细带啊 这个他的拐弯处啊 这些结合部啊 以及呢 就是他的这个肩部啊 这些结合处都可以看到有泛青 那就说明并不是说的这种特别的 所谓的洁白啊 纯洁啊 无有杂质啊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 大家要充分了解呢 才能够啊 不被打眼 因为现在仿这个所谓田白佑的东西呢 也很多 这个 这样说吧 人家这个做房品呢 没有什么 大错啊 但是呢 人家在卖的时候呢 也是说 这个是做的就是反骨词 并没有直接说是倒带的 如果我们自己要把它当做倒带的东西去玩啊 那就我们自己要承担这个风险 你花了大价钱 买了错的东西 那你肯定就是所谓吃药啊 打眼啊 大家自己要承担这个风险 收藏呢 也是属于投资 任何投资呢 都有风险 你如果自己的眼力不好啊 只是听别人讲故事 或者说一知半解 你就花大价钱去买东西 那么吃亏上当呢 你只能自己承受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学习到一些东西 也是一种收获啊 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所谓的圈足 它是比较浅的圈足啊 有点这个类似椭圆形啊 并不是纯正的椭圆形 有一点方 有一点圆啊 椭圆形 嗯 它呢 底足内啊 是要施诱的 没有杀底啊 另外呢 我们从圈足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使用的麻仓土 这个胎质的情况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带维化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